而疫情升温 欢迎县卫生局在25号也公布了确诊者在花莲的足迹 而为了加强防疫相关措施 欢迎县卫生局近日是针对餐饮业者 加强宣导落实实联制等防疫规范 呼吁餐饮业者和相亲共体时间 继续来遵守防疫的规定 不要轻忽于代谢 疫情升温确诊足迹也来到花莲 为了因应国内Omicron变异株 社区传播风险 花莲县卫生局近日针对县内餐饮业者 持续继查13乡证餐饮场所防疫措施 也发布防疫简讯通知给3139家业者 请餐饮场所符合卫生福利部公告修正的防疫规定 才能提供内用服务 因为他们如果每个都要做生命 他们可能觉得不方便的话 但是我觉得最基本的你要先连加急都你要做到 现在目前的话使用的人数是有减少一些 但是我们在对客人在起来 就是起身要去洗手间的部分 我们也都会要求他们把口罩戴好 因为他们经过还有其他用餐的人 所以我们想说要保障他们其他人的安全 都会要求他们可以尽量能配合把口罩戴好这一点 那只是在这个我们实名制的这个记录或者是这个QR Code 因为放置很久了有些要不要模糊 那希望业者能够来更新 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很容易的来做实施这个一个制度 那当然另外就是说有些那个业者的那个公告 还稍嫌不足 比如在取餐的时候他应该提醒 那个我们消费者能够戴上口罩 那在厕所的时候能够明显的告知 就是乳厕后一定要洗手跟消毒 这部分那用做的不够的落实 不够清楚的地方我们都逐一要求业者能够立即改善 目前的防御规定要求要省炎制消毒清洁之外 那还没有要求到如三级要实施隔板或梅花座的措施 那当然这业者假如能够自己来做这样一个 加大一个梅花座的一个措施 那我们当然能够最好 这样能够对我们业者对我们消费者更多的一个保障 科长表示有些店家QR Code以及模糊或卫生公告提醒不足 都逐一检查并要求业者改善 重要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1月25日至2月7日疫情警戒标准为第二级 加强落实实联制等卫生防疫措施 除了饮食全程佩戴口罩 宴席不得足足敬酒敬茶 维持用餐环境通风定期清洁消毒 希望餐饮业者与相亲共体时间不要轻忽与松懈 记者长邦彦林氏报导